各位投資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股市總司令 今天台北股市再漲170點 我問各位今天16091 請問一下萬六有沒有輕鬆過 佳偉老師在5月4號的時候 跟各位講說升息循環落幕 台股萬六萬七輕鬆過 我相信很多的投資朋友不認同 你也可以看得到最近 尤其是上個禮拜 有一天不是上禮拜四 跌了192點 一根黑棒刷下來之後呢 有多少投資朋友 砍掉股票 有多少的分析師 帶你轉空轉保守 我光是剛剛中午在吃飯的時候 我大概是每天11點半 就會開始吃飯 因為我要做資料 我就大概11點半到12點半 中午吃飯的時候我就有空 我就可以把電視機打開 打開然後在那邊看節目 隨便轉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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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到了 就講保守啊 然後就在那邊啊 你看就講話酸溜溜啊 啊 那 但今天怎麼辦 對不對 那我也相信今天很多人看到昨天台積電 ADR漲了5%多之後 今天很多人 一開盤 就去亂追一通 對不對 那當然 你如果說你今天你有買重電股 當然今天每個人都市電 華城漲停板 哦 反正他們是高高在上的股票 對不對 那你說教育老師 你前一陣子你都蠻保守的 對不對 那你最近看多了 開始出來做股票的 你有帶我們去追那些股票嗎 我說不要 不用去追那些股票 也可以賺錢 也可以買到好股票 我們昨天買 先進光 昨天買了就漲停啊 今天我們買金像電 金像電也大漲啊 待會我們再來看嘛 因為 每個老師今天一定都跟各位講 華城 四電 飛鴻 中興電 大概就講這個 可是 會不會有人跟你講這個 比如說像 也是有講開盤這個3675 他開盤找5%耶 德偉 德偉 你去看喔 他的股價 高檔喔 高檔喔 昨天是不是突破了 整個平台整理 所以今天一開盤的時候 開得很高 然後很多人去刷下來 像這種股票就不會有人跟各位講 那當然我也不會帶你去買這種股票 為什麼 因為這種股票 風險非常非常大 那當然你就可以看看 教育老師帶你買什麼股票 對不對 所以我說 高偉老師帶會員的理念就是這樣子 穩健操作 大賺小賠 我們在過去 你看喔 教育老師從這個 3月6號 我們從這一天開始指數看保守對不對 對不對 從這一天開始指數看保守 3月6號這一天 應該說這一天 3月6號 我們開始指數看保守之後 基本上指數就沒有動 那也就是說 在整個3月份 人家說是什麼 中小型股超級大行情的時候 沒做到 我就跟你講沒做到 有做到 我跟你講有做到 因為我們是實戰操作派的 我們不是嘴巴講的 所以教育老師敢跟我們全國會員講說 教育老師帶你們做 是穩健操作大賺小賠 因為有做到 我跟你講有做到 沒做到 我跟你講沒做到 當然這邊有很多的標股 問題的重點是 追了能賺錢嗎 還是嘴巴講才能賺錢 阻力沒有這麼笨 就像我昨天我跟各位講 很多股票是這樣子 你想空它 沒有倦 這種股票會跌 你好不容易找到一檔 有很多券的 譬如說像飛鴻 之前我要空 對不對 不是我之前要空 因為之前我有清代會員 希望找放空的股票給他空 那最近前陣子我有做一點小空 都獲利會補 軍工股 那這個時候帶清代會員做 這個我就不講 那之前我在找股票的時候就是這樣 飛鴻他說不錯 這可以空 很弱 對不對 有沒有券 沒有券 零 真的零 對不對 我就先用我的那個 賬 我的那個 券商去搜尋一下 你就知道了 沒有券 前天 前天不誇張 我的券商也不是什麼大券商 對不對 一收飛鴻1600多張空單 能空嗎 前天飛鴻很弱 能空嗎 你空了就被嘎上去 所以我就跟各位講 很多東西的實務上不是我不做 而是沒辦法做 那這個時候很多的標股在標的時候 有沒有量 沒有量 除非你沒有會員嘛 你可以隨便亂摳嗎 還是你嘴巴講 對不對 那我們有很多的會員 我能帶他們進去做嗎 不行 好 那你進去做的最後的結果是什麼 你看看你手中最後的結果是什麼 還是套牢了 是不是 所以你看 從4月17號開始 三明師鐵口直段 台股公萬六 這個時候我有跟各位講公萬六嗎 沒有 我是5月4號 三個禮拜以後才講 4月17號他們說要公萬六的時候 那個時候台北股市 後來咧 就蹦蹦蹦啊 就一直跌啊 跌到他們不敢講為止嘛 15355嘛 當時候大家最看好的AI股 跌得迷迷迷迷迷嘛 對不對 通通不敢講 指數不敢講 因為他們是從4月17號這天開始喊 對不對 4月17號喊完之後就開始跌 後來一直到5月4號 換家瑋老師看好了 因為我們是在這裡看嘛 我一直跟各位講 這是一個整理 整理你避開了之後 接下來會再繼續往上攻嘛 所以 我接下來是跟各位講 這升級決策結束以後 萬六萬七輕鬆過 因為這是一個整理盤 不是崩盤 它只是一個低波 在過年前漲上來之後 新春開放盤跳空嘛 500多點跳空之後 它是不是一直都守在這個缺口之上 新春開放盤的這個跳空缺口 它是不是都一直守在這個缺口之上 你自己來看嘛 對不對 它一直都守在這個500多點的缺口之上 那它是整理盤還是什麼 當然不是啊 對不對 它當然是整理盤啊 不是崩盤啊 所以當它回到這裡之後 5月4號 家瑋老師跟各位講 這裡 輕鬆過 可是你要小心 中小型股會殺 所以 雖然我看好指數的時候 我跟各位講說 中小型股會殺 因為做夢的題材已經解 做夢的季節已經解 如果你拿不出業績來 像譬如說軍工股 拿不出業績來 完蛋 那你說為什麼 重電股到現在還會漲 因為他們拿得出業績來啊 你懂我的意思嗎 沒有業績了 那為什麼我後來我帶我的親戴會員 都去短空軍工股 然後前天我們把那個什麼 漢翔寶一什麼榮鋼啊把它補掉 就這樣啊 就這樣而已啊 為什麼 有沒有一直跌嘛 對不對 我就不用再數落那些軍工股了嘛 對不對 然後我說嘛 當你股票嚴重套牢的時候 才知道老蘇維尼 而且不是只有你套牢 投信也被修理啊 不是嗎 投信在前天禮拜三 前天禮拜二大停損 這邊買2000張 這邊買2800多張 這邊買1211張 然後買完之後呢 然後砰 在這邊5000多張直接停損 結果停損完之後呢 大漲 你會不會想哭 一樣啊 3558今天也漲很多啊 盤中差一點工漲停耶 請問一下 現在還有哪一個老師敢講神準 不好意思 之前這邊跌30%耶 30% 30% 誰敢講 但是嘉偉老師手中有什麼股票 我是不是跟各位講得很清楚 我有做我有做 我沒做我沒做 我沒帶你去追中小群群股 我就沒帶你去追嘛 但是我至少 我沒有讓我的會員套在那些 你不知道猴年馬月才能解套的股票上面 當然你現在你很想問我說 嘉偉老師那你的航運股 什麼時候可以解套 我跟各位講 你就等著看唄 對不對 等到這一天 我說指數補跌 甩轎嘛 萬六萬計還是輕鬆過嘛 對不對 我們這裡看好了嘛 衝上去摔一下 哇這天5月11號 你自己想想看 你自己問問你自己 你是不是在上個禮拜四 5月11號 你心中看空了 你把股票砍光了 後來咧 禮拜二大漲200多點 一根紅棒就直接突破季線 禮拜三再漲251點 我說萬六萬七輕鬆過你還不信嗎 你還不信嗎 交易老師轉折抓得這麼準 你還不信嗎 今天直接再漲就創新高了 是不是 所以我就說了嘛 一個橫盤整理 對不對 我們從3月6號看保守到現在 當然每個分析師 每個投資人都說 我們都是大賺活力了解 只有阿呆才會套在高檔上 那全市場大概也只有 陳教育老師 你這個阿呆會賠錢 其他還有誰會賠錢 對不對 最好是只有我會賠錢 只是那些老師啊 對不對 停存股票也不敢跟各位講 可是教育老師是實戰操作派的 我們有賺錢 我跟你講有賺錢 沒賺錢 我跟你講沒賺錢 是不是 昨天我們開始調節一些持股 因為 我調節持股很多人誤會 我說啊 教育老師你是不是航運股認出 不是啊 不是啊 我們之前航運股證壓太多 我們壓了 從貨櫃三雄壓到散裝航運 然後連一些知為末節的 我們通通都壓了 那當你現在看到指數往上走的時候 你需不需要 比如說 一組會員他手中有重複的 他有好幾檔航運股 我們是不是應該要挑 剔除一檔 就是你把你會員 一個會員五檔 你航運股的比重不要拉到這麼重 是不是應該這樣子 不是我看壞航運股 去無純金而已啊 把一些那個 那個 那個雜質把它給去掉 台瓦頭 它有海空運 就不是很純嘛 昨天把它獲利了解 我今天請那個 我助理幫我報結算一下 賺不多啦 7.7%而已 7.7% 獲利了解 買進先進光 買完先進光 上庭 那為什麼我買先進光 我跟各位講嘛 我們要買的是這種 匹級泰來的股票嘛 而不是帶你去追高嘛 追高人人今天都嘛 是什麼 華晨 中興電 市電 沒有這些股票你要講什麼 但是我就講了嘛 那如果像這個 3675德維 講不講 因為這個列入我的觀察指標 你知道為什麼 因為很簡單嘛 高檔平台整理 對不對 你要嘛你突破往上 要嘛你往下 家衛老師雖然一路看好 航運股 我不代表我沒有在看盤 我如果我沒有在看盤 我怎麼能這麼精準的告訴你 5月4號我就告訴你 軍工股死掉了 對不對 我怎麼能這麼精準的 在禮拜二我就直接把軍工股 補掉然後昨天那個保育還直接拉漲停 對不對 因為這個盤 它要攻了啊 但是要攻不是每一檔這種都會攻 像這個反而就是 哇 刷就下來 對不對 當然啦 可能很多人昨天又跑去追軍工股了 那今天你自己去看軍工股今天有沒有表現嘛 是不是 所以我們昨天把先進光 我們昨天把這個 這個應該是特匯的 台華頭是特匯的股票 我們把特匯的台華頭把它也換掉 去換先進光漲停板 今天我們再換另外一組會員的股票 買完之後 景象店一路往上走 對不對 我們停損了中行 來 中行賠多少 9.5% 9.5% 這個大概是佳慧老師忍受的極限 我 我 我一檔股票你可以看到我從這個 我會停損股票 但是我停損股票幾乎沒有超過10%的 大部分都是希望能夠在成本附近 對不對 我們能夠賺 對不對 當然是最希望能夠解套把它賣掉 對不對 有賺錢把它賣掉 像台華頭我們是獲利了結 那 你說中行 好賠錢沒辦法 因為我們要降低一點它的比重 然後咧 去換金像店 換了 你看佳慧老師出手 我選的股票我並沒有帶你去追高啊 我並沒有帶你去追高啊 那 我沒有帶你去追高難道就不會賺錢 難道金像店 會比那些所謂的你去追高那些什麼市店那些差嗎 是不是 然後這個郁金光 我們是不是4月12號買回來 禮拜二漲3% 我說我們賺錢喔 我們這裡買一次這裡獲利了結 這裡再買一次這裡獲利了結 然後呢第三次買進在4月12號 跟著被動元件一起買 然後呢曾經刷下去一次 後來又漲上來 均線糾結多頭排列 禮拜二漲到40了賺錢啊 對不對 我是不知道 你經過了你3月4月的中小型股 在那邊每天衝來殺去 衝來殺去你最後的結算你是賺錢賠錢 但是我們一檔一檔 陸陸續續我們也曾經賠過啊 對不對 我們曾經套牢過啦 不要講賠過 因為我沒賣嘛 下去了又上來嘛 對不對 因為它是一個甩轎啊 今天不就是持續漲 我把圖放大給各位看 我們4月12號買這裡嘛 晃晃晃 砰下去 對不對 下去然後你要看到恐慌的時候 你就把它砍掉嗎 我沒有嘛 反彈起來均線糾結多頭排列 一個跳空上去 這邊是不是一個缺口 禮拜二是不是一個缺口 今天是不是再穿新高 不就是這樣嘛 那為什麼 我就跟各位講嘛 6月5號 蘋果要發表AR嘛 你說它真的會發表嗎 你去查查新聞 它好像在紐西蘭還澳洲 已經註冊的那個XROS的商標了 對那你說它會不會發表 那你說對宏達電來講 是一個壞消息嗎 當然不是啊 宏達電從上禮拜五就開始漲 禮拜一回檔一趴 禮拜二又開始漲 禮拜三繼續漲 今天還是繼續漲 那你說咧 那今天被動元件 我們的被動元件表現也蠻不錯的 今天的被動元件 這國具 國具有被人家瞧不起很久了 今天指數的貢獻度 它貢獻很大好不好 我之前我之前就跟各位講過 你如果以指數股 指數的電子股 我最看到的 因為它是匹吉泰來的股票 對不對 那我們的華興科 2492華興科 也不錯啊 對不對 然後這個凱美 24 凱美幾 2475 2475 2375 凱美 對不對 還有信倉電 6173 這一股又慢慢都爬起來 那這些股票 我們有大賠嗎 也沒有啊 對不對 那你說你貨櫃三項都沒有動 貨櫃三項昨天外資賣很多 而且你去看喔 今天長榮怪怪的 今天長榮怪怪的 我怎麼講怪怪的 從這裡12點半開始 從12點半開始 你仔細去看 12點半一直有人 20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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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跟各位講啊 台股今天過萬六了 你去追那個三四月的標股喔 風險還是很大 我不會去選擇去追那些股票 我會去選擇皮疾泰來的股票 我會去選擇股價從低檔 對不對 籌碼安定漲起來的 有Future的股票 下一節段回來我們繼續分析 公司派大股東主力作手 勾結坑沙散步 第二保證 誠信為本 以績效誠信 為公司營運主軸 第三保證 貸盡一定貸出 精選持股 持股集中 保證 貸盡一定貸出 成通土付 擁有股票 期貨 雙振兆 本營領先動息市場 穩借獲利 無往不利 成通土付 值得托付 022752586 2752 5868 歡迎大家回到現場 你現在你如果再看到這個新聞 這種新聞 如果美國出現債務違約的話 市場會很恐慌 你會不會很想罵人 葉倫說 美國談判如果失敗 美國必定會出現債務違約 然後呢會造成金融風暴 你會不會覺得這種新聞好笑 那其實你心中是不是很生氣 因為你被這個新聞甩出去了 家瑋老師在節目上 我不斷的跟各位講 每隔幾年他們就要演一次 因為一直借錢的人 債台高足的人 我問你嘛 你假設你信用卡已經爆掉了 卡債背了200萬 對不對 你只能借薪來還救啊 只是我們一般人 銀行不會借你而已啊 可是美國不一樣 美國可以不斷的借 他可以印鈔票 全世界就只有他能做啊 所以他是不可能還 還掉這些債務的 但是他一定要演一下說 我們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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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也不願意啊 哈哈哈哈 我們也不願意啊 我們也不願意印鈔票啊 對不對 那演的時候 股市一定要配合演出嘛 股市如果沒有配合演出 就不像了嘛 順便甩甩叫 那會不會過 一定過保證過 後來說要延期大家嚇死了 哎呦延期是不是這個 他們那個這個談判破裂 竟然哪有可能 結果是延期有進展嘛 拜登不是很硬 有多硬 還不是得妥協 對不對 在乎上線解套 對不對 拜登與麥卡錫 週日前拼達成協議 我就講嘛 他想不想連任 他想不想選 他想不想選 他想連任啊 如果他今天 他堅持他的那個之前的 的講法 我只做一任 啊 對不對 第二任我不做 那我跟你講 他還真有可能 為了這個 不達成協議 我就跟你拼喔 但是他想連任嘛 他想連任 如果因為他 堅持 所以讓債務上線爆了 美國違約了 他還選啊 他還選什麼 你懂我意思嗎 這就是民主國家 就是讓你必須為了選舉 而去做一些事情的妥協嘛 所以呢 這個新聞出來了 哇 美股大漲了 然後還有這個 這個之前是不是這個 美國這個區域銀行 這個是不是笑死人 是不是笑死人 我是不是跟各位講 這個摩根大通接手 第一共和銀行 危機銀行就解除了 後來你看到這兩家 就這兩家嘛 禮拜一大漲 昨天又大漲二十幾趴 嚇死人 你現在還怕嗎 好 重點是你現在你要追什麼 你現在你要追什麼 在上個階段 我跟各位講得很清楚 你現在你要去追 三四月很強的股票嗎 風險很大啦 我跟你說 真的很大 你現在不如 好好的看看這個 這兩天都沒有新聞要討論這個 我真的有一點嚇一跳 可能還距離有一點久 但是股價已經發動 你是不是要先卡位 等到月底的時候 當市場資金一定討論這個嗎 因為它是蘋果 它叫蘋果 蘋果的發表會一定有人關注 市場資金進來的時候 才會幫你拱上水漲船高 而我現在就是在做這樣的動作 所以我說教育老師代會員 理念很簡單 文件操作大賺小賠 我們明天見 psychic右 reducing 靜子 我